当初北魏国主曾建造白台高两百多尺 拓拔匹梦见自己登上了白台 四处望去却不见人影 他叫术士董道秀为他占卜 董道秀说大吉 拓拔匹面露喜色 等到拓拔匹去世 董道秀也因罪被押往刑场斩首 高允听说这件事后说 占卜的人都应当按照六瑶的形象 去规劝人们忠于国家孝顺父母 岳平王向董道秀问卦时 董道秀应该说 高到极点就是抗 一经说抗龙有悔 又说高则无民 都是不吉祥的兆头 岳平王不能不以此为戒 如果这样再上岳平王平安无事 再下董道秀保全性命 董道秀却反其道而行之 那当然应该被处死 十五日 北位国主来到卢地 二十四日 刘宋江夏王刘义公 晋升太位兼任司徒 二十五日 刘宋任命侍中兼右卫将军神掩之为中领军 作为将军范叶为太子詹氏 二十六日 刘宋立皇子刘虹为建平王 三月初九 北位国主回到皇宫 十八日 北位国主派司空长孙道生 镇守统万 夏季四月十一 北位侍中太宰 阳平王杜超被手下的卫士杀死 六月 北位北方地区百姓杀了立义将军 衡阳公墨姑 聚集五千多帐落向北逃去 北位朝廷派兵前去追击 追到墨南杀了他们的首领 其余的百姓则迁到济乡定三州 成为营户 屠狱魂克汗慕容穆丽严的侄子 慕容伟氏同北魏使节密谋要向北魏投降 慕容穆丽严杀了他 这个月慕容伟氏的弟弟慕容赤丽严等八人 投奔北魏 北魏朝廷封慕容赤丽严为龟翼王 居渠无惠去世 其地居渠安州代替他为王 北魏进入中原以来 虽然也常常使用古代礼仪 来祭祀天地祖庙和各种神灵 但仍在延寻旧有习俗 祭祀的胡族神很多 司徒崔浩请求只留下符合祭祀典 本章的五十七所寺庙 其余重复的寺庙和过小的神旗都取消 北魏国主同意他的建议 秋季七月初十 北魏东庸州刺事 居取饼图谋造反 被朝廷处刺 八月初三 北魏国主拓跋涛去河西狩猎 上书令古碧留守平成 拓跋涛下诏 让古碧把肥壮的马 送给大猎骑兵 但古碧提供的却全是瘦弱的马 拓跋涛勃然大怒说 笔头奴胆敢对我的赵令打折口 我回去先折了这个奴才 古碧的头长得很尖 拓跋涛经常把他的脑袋比作笔尖 古碧的属下官员恍然恐怖 唯恐自己受牵连被杀 古碧却说 我身为人臣 不让人主沉眠于游玩狩猎之中 这个罪过是小的 如果不预防国家出现的不测之事 使国家缺少军队所用的物资 这个罪过才是大的 现在如如正处于强盛时期 南方贼口还未消灭 我把肥壮的马工军队所用 瘦弱的马工打猎所用 这是为国家做长远打算 虽然被处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你们不要担心 拓拔涛听说后感叹地说 我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之宝啊 赏赐给古碧一套礼服 梁匹马和石头鹿 又一天 拓拔涛再次去山北打猎 捕获了几千头迷路 拓拔涛下诏给尚书 让尚书派出五百辆车来运送迷路 拿着诏书的信使已经走了 拓拔涛对左右将士说 比头公一定不会给我这么多车 你们不如用马来运送吧 说完他就回宫了 拓拔涛刚走了一百多里 就收到古碧的奏表说 今年秋天古碎下垂 而且颜色金黄 桑麻大豆遍布在田野里 野猪野鹿偷吃 飞鸟大雁啄食 加之风吹雨打 这样损耗早晚就会相差三倍 其请允许推迟延缓运送迷路 以便把骨子尽快收割运送完毕 拓拔涛说 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 比头公可称得上是国家栋梁之臣啊 卫卫国主拓拔涛派派远外散旗长室 高纪去刘宋探访 初六 刘宋朝廷任命荆州刺史 衡阳王刘义记为正北大将军 开赴一同三思和南衍州刺史 南桥王刘义轩为荆州刺史 当初 文帝认为刘义轩没有什么才能 因而不用他 姐姐快机公主总是替刘义轩说话 文帝才不得不用他 正是诏令下达之前 文帝先给他下了一道手照 告诫他说 刘义记在西边待的时间太长了 近来表奏要求回了 现在我打算答应他 让你接替他的职务 刘义记虽然没有特殊的成就 但他洁身自好 简朴廉政 胸怀宽广 待人诚实 不骄纵属下 因而 其声明在西部广为传颂 被士族和平民所拥戴 监察论证的人才 没有提出调他离任的动议 现在我换了你 还是因为 你跟刘义记辈分一样 想试试你们各自的能力 你去西边 假若有一件事处理的不如他 就会如同京楚一代产生隔阂 击刺我换人不当 将责任归于我一身 对这个差事 你也不过就是努力治理 谨慎为之罢了 不能让别人又来指指点点 说出别的话来 刘义轩到了他的驻地 勤勉严格 各种事物做的也很有条不紊 十八日 刘宋会计长公主去世 土玉魂的慕容赤里言等 请求北魏朝廷出兵 讨伐土玉魂可汗 慕容慕里言 北魏国主派 晋王拓拔弗罗 督统各路大军 袭击慕容慕里言 九月十二日 刘宋朝廷任命拘去安州 为都督梁和沙三州驻军士 梁州四世和河西王 十五日 北魏国主前去漠南 准备袭击柔然 柔然赤连克汗远渊逃走 于是停止 不久赤连克汗去世 他的儿子欲酒旅土贺珍继位 号称楚罗克汗 北魏晋王拓拔弗罗 到达越都 带领军队从小路 袭击兔鱼魂 到达大墓桥 兔鱼魂克汗 慕容慕里言 非常惊恐 逃到了白兰 他的侄子慕容石银 逃奔河西 北魏军队杀了 五千多兔鱼魂人 慕容慕里言的堂弟 慕容福念等人 率一万三千多帐落 向北魏投降 冬季十月十七日 刘宋任命左军将军徐穷 做衍州刺事 大将军参军申田为冀州刺事 将衍州的治所迁到虚昌 冀州治所迁到立夏 申田是申魔的弟弟 十二月 北魏国主回到了平城 这一年 沙州牧李保来到平城 朝见北魏国主 北魏朝廷把他留在了平城 任命他为外都大官 刘宋太子率更令合成天 撰写原家心力 承报给文帝 他认为 从月时日日月相对应的关系 就能知道太阳的位置 他又用中星进行检查 测出地摇时代 冬至这天 太阳位于虚女星十度之处 现在在陡星十七度的位置上 合成天还测量了日影 以此来校正冬至和夏至 最后测出有三天多的误差 他认为 现在的冬至 太阳应该在陡星十三四度的位置上 于是他改定新的历法 将冬至往前移动了三天零五个时辰 太阳从他现在的位置上 向原来的位置上移动了四度 又由于月亮运转或快或慢 把原来的历法中的初一和十五拿来对照 发现月时并不在初一和十五这两个日子上 现在他全部用每月签数的多少来推出润月 以此调整了初一十五的位置 文帝下诏交给宫外其他大臣详加考察 太史令钱乐之等上奏 认为这一切都和和成天所讲的一样 但是和成天历法的月份 有一连三个月都为大月 一连两个月都为小月的情况 比起旧历法来差异较大 更加有谬 认为还应该使用旧历法 温帝下诏同意 请不吝点赞订阅